这个中置课的一个考生呢 就给我发邮件的时候 就问我啊 这个韩语的巨尾怎么写的问题 实际上是写作的一个常识啊 但是 确实啊很多书上也没有 也没有很明确的写了啊 这个东西怎么写 所以说呢 正好啊顺便呢 我们今天呢正好也是写作 所以说呢我们从这里开始啊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手写笔啊 你写外呢 好 就是说我们写句子的时候啊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个主语和避语啊 比如说我们最基本的吧 我 男人 写的慢一点啊 我喝了咖啡 Coprir Masinda吧 不用过去识了 因为现在识 那首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喝咖啡 准确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 可以喝咖啡 因为有的人不喝咖啡啊 我把他否定的 男人可 比雷马西基安能达的话 那是我不喝咖啡 我们现在又说的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 这个地方啊 呃 任何时候啊 写句子写作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对吧 那么韩语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呢 属于是一个句子的谓语 韩语中可以做谓语的是什么呢 什么词性呢 大家想一想 一个是动词 对吧 动动词 另外一个呢 是形容词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名词加 一大 也就是说 其他的词性呢 首先他不能加一大的 对吧 动词形容词是不能加一大的 只有名词才能加一大 这三种 那么像前面我写的这个例子啊 那能克皮尼玛星达呢 属于是动词 对吧 那么动词的时候呢 他就有时态啊 如果是有收音的话 那么 加的是哪一个呢 是 NUN 没有收音呢 是 NUN 比如说 我吃早餐 阿奇门蒙能打 阿奇门 这个廉价的 比较便宜的手写版啊 写的比较费劲啊 阿奇门 大家看啊 蒙能打 看起来很简单 告诉大家确实 能写对的人啊 真的不多 到中高级 考五六级的人 有很多人还写错呢 这个 那这两个不一样吧 为什么不一样 目的这有收音的话 那就加NUN 那加NUN 对吧 这是一个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有可能涉及到 过去时 和这样的一些东西 以及 其他的一些可能的语法 这是一个动词对吧 那么形容词是什么呢 形容词呢 用他的特点呢 形容词呢 用圆形 形容词是不能加NUN NUN的 圆形 比如说 呃 那는 写什么形容词呢 呃 我需要说 那는 책이 필요하다 필요하다 形容词 P6哈达对吧 我告诉大家有相当多的人 大概占多少呢 可能有起码有20%的人 他会写成这样 而且呢 这我讲了他 他也改不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这么写的 他会这样写 错的 为什么错呢 因为形容词 形容词 这动词才能这么讲 形容词不能这么讲 尤其这个 P6哈达 中优阿达这种 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呢 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 你得背这个词性 对吧 这是动词还是形容词 这个你至少要知道的 他动词和这动词分不清 可以理解 但是动词和形容词分不清呢 那这样的东西分不清呢 是不能接受的 然后呢就是名词加以达 名词加以达就更简单了 我是学生 男人 黑星以达 黑星以达可以吧 名词加以达 他有什么特点呢 他能变成因达吗 这又是错的啊 不可以 三种 动词 形容词 名词加以达 没有别的 好 那么这三种分别表示什么呢 他肯定前面有一个主语啊 比如说这里的主语呢就是我 如果谓语后面是动词的话 那么他所表示的呢是 这个主语做了什么动作 那么形容词呢是这个主语他的一些特征 特征或者呢是状态 然后名词加以达是什么呢 他是表达的是这个主语到底是什么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而且啊这个名词加以达里边呢 这个名词呢 他不一定是哈克斯奖这么简单 我们在前面讲过 nanga nanga也属于这个nanga-xida也是可以 对吧 nanga-xida 昨天就讲过应该是 这是韩语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句子 那你首先要掌握这个啊 主谓关系主谓关系会写的话呢 其实写作写作的这个句子啊 基本上就写对了一半主谓关系 常见的这个错误呢 就是这个nanga-xida和这个manga-xida 这个对应不上 看这个啊 然后我们看这两个manga-xida 目前都是有宾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他动词 他动词是可以接宾语的 就相当于英语的极物动词啊 那么这动词呢 就相当于是不及物动词吧 为什么叫他动词 这动词呢 他嘛 他是人 其他 我的动作是人 施加到了 其他的这个对象上 这种词不是这样 这种词呢 就自己做自己 自己做动作 典型的这种词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也讲过的啊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去 来 收雷 干达 我达 达尼达这种 都属于是什么 这种词 卡达 我达 达尼达 那那比如说啊 我们就说 现在时的时候 他表示什么呢 收雷干达 收雷温达 这里呢 就还有一个啊 可能刚开始不太能接受的一个 一个是他用现在时 实际上表达的是未来 一个是未来 还有一个呢 可能性呢 就是 他的一个习惯 比如说 那能可比日马心的 那能拿起没蒙能的 这是什么 这属于他的习惯 我是喝咖啡的 我是吃早餐的 我不是说 每天都不吃早餐 这是一种习惯 但是我去首尔 这是一个习惯嘛 这个不是习惯 这个时候呢 他实际上表达的是 未来 我会去首尔 这个意思 因此呢 你在前边啊 其实可以这样表示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啊 比如说明天 明天去首尔 再想一想 是不是这么说 Nel Soula Kaya Soula Kanda 对吧 和未来 那就显然是在表示将来啊 嗯 这么理解啊 何语中呢 就是表示将来 好 这个有问题吗 理解了吧 其实呢 是 呃 没有那么复杂 关键什么呢 关键在于理解 关键在于理解啊 而且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看句子的时候啊 所有的句子都是这样 本质上啊 只不过在这些句子的后边啊 除了这就是最最基本的 然后后边呢 会加上一些 语法的表达 可以表达各种意思 但是基本的句子的结构就是这样 好 这个呢